接着来关注手足口证 卫生部的每周传染病报告显示 上个星期手足口证病例创下将近800起的高发期 这也是手足口证连续两周超越流行病水平 手足口证去年全年并没有进入流行病水平 也就是说每周病例没有超过679起 不过今年手足口证自第八周突破515起的警戒水平之后 也一直居高不下 进入第16周后 手足口证的发病率比去年全年都来得高 到了第23周更是达到了流行病水平 截至7月3号的一个星期 手足口证799起 比去年同期的254起高出两倍 不过卫生部说 今年的手足口证不属于EV71病株 比较不会引发严重的病情 不过TION 很容易 梁躲